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真实意 传师鬼气 伏师联病者 传师是病的名字 是什么病呢 就是我们中国汉衣 就是肺结合 就是老病 叫做传师病 那这个地方说鬼气呢 就是说当我们四大不调的时候 这个肺坏了 但是其中也有鬼气 也就是鬼在里面捣乱 传师病又名伏师联病 又叫这个名字 这两个名字其实就是一个病 也叫做古增 也叫做好这种名字 有这种肺病呢 这时候怎么办呢 取卓聚罗香 卓聚罗香前面讲的是安息香 取这个卓聚罗香呢 咒三七遍 就是念三七二十一遍的大悲咒 咒完了 熏熏鼻孔中 就是把这个香呢 烧了 从鼻孔上熏 鼻是通肺的 所以这么做 又取七丸如兔粪 咒三七遍吞 又拿了七颗药丸 拿这个七粒 像兔子的粪 如果说这个如 又取七丸兔粪 这样也好懂 兔粪是什么 也许是卓聚罗香 七丸像兔粪那么大 或者这么讲 咒三七遍吞 就是念大悲咒三七二十一遍 然后吞到肚子急拆 那这个传世鬼气呢 伏联施病就好了 圣酒肉五心即恶骂 但是用这个方法来计治这个肺病呢 吃不可以喝酒 也不要吃肉 更不要吃五心 还有骂人跟人家吵架 这些都要避免的 若取摩纳斯罗 这个若呢 就是当或者讲 前面的是一个方法 底下又有一个方法 摩纳斯罗就是雄黄 和白戒指 白的戒指和摩纳斯罗合起来呢 印尘盐 这个印尘盐是怎么呢 我们现在日常用的盐 是很碎很碎的 就是印尘盐是一粒一粒 或者是一块一块 是特别治过的盐 特别好 所以叫做印尘盐 就是取摩纳斯罗跟白戒指合起来 也同盐合起来 咒三七变就是念大背咒三七二十一变 于病额床下烧 就是有肺病的人 在他床下烧 其作病额 就是把这个人的肺搞坏的这个鬼 寂寞勤病走 不敢住也 就是不敢留在这里捣乱 病就好了 若换耳聋者 咒胡麻油 着耳中集菜 若换一边偏风 耳鼻不通 手脚不随者 取胡麻油兼青木香 咒三七变 磨是身上 吉得除菜 又方取纯牛酥 咒三七变磨一菜 若是这个人耳朵聋了 不能听声音 那怎么办呢 就是咒胡麻油 就是胡麻用大杯咒来咒 咒完之后放进耳朵里 这个病就好了 耳朵就可以听得见 胡麻油是很现前的 若有这种病 也许可以不妨试试看 若换一边偏风耳鼻不通 若是一个人中风了 身体的另外一面不通了 耳鼻也不通 耳朵也不灵光 鼻子也不灵光 手脚也不灵光 然后我们就可以取胡麻油 用胡麻油 煎青木香 咒三七变 还是大杯咒三七变 磨是身体 就用这个油磨 试在他身上 吉得泳菜 病就好 又方取纯牛酥 又有一个方法 就是牛乳 在锅里面烧 您在表面上 那个是叫做酥 用这个酥呢 咒三七变磨 咒三七二十一变 然后磨是一柴病就好 若患难产者